函数部分 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合格不合格 一辅 但是多重可能会有问题 在我们的函数里面怎么做多重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 第一个先判断 它如果大于等于多少 大于等于80它是A 所以你可以先给A 那FORCE的话就剩下来的 剩下来可能是B、C、D 所以我的习惯是 我游标放这里之后 再到这个前面的地方 下拉清单 它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在函数里面再加一个函数 所以如果你要潮状的话 游标先放这里 在这边再点一个一幅 那你会发现 它会在一幅里面自动帮你再加一个一幅 那你可以再点一下 就是大于等于80 就是往下 那它是B 有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呢 游标再放在这里 对 70 这边应该是70 那就是B 剩下就是C跟D 那你游标放在这边 再点这边一下 你可以一直潮状嘛 反正复杂再复杂 也还好 你就按照标准化流程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C 反之的话就是D 所以应该好像OK啦 只要会用方法的话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结果应该就OK了 向下填满 好 没问题 应该都对啦 而且呢 这个复杂的公式 那不建议你用自己打 从头打到尾 其实也还是OK的 只是说我觉得有刚刚那个方法 你应该不会想要从头打到尾 对不对 其实你会发现还蛮方便的 就是先判断A 剩下来的就是在前面再插入一个IF 再一直往下 管它有几层 不过我印象中好像是不是曾经有看过有一个说明是说 这个函数里面最多好像只能七层 就是IF IF 最多好像只能有七个IF 不确定 好像有看过这个讯息 所以这个地方是如果我要IF里面做潮状的IF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那你会发现他会自动帮我把这些都完成 其实有时候是一个TEMPO 你那个TEMPO掌握住 说真的怎么做都对 那如果你那个TEMPO不对 你怎么做都错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做错 问我为什么我跟你讲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会这样做 我有个TEMPO我都固定这样做 但是你的TEMPO跟我的TEMPO不一样 那一定就可能做错了 所以特别注意那个掌握那个要诀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做VBA 这个是两重的逻辑判断 这个是多重逻辑判断 那可是在VBA里面怎么样去叙述 两重的跟多重的 那当然我们可能会有底下这五个按钮 等一下我们会分别完成 那第一个 我先DEMPO给各位看 这边可以堆栏 我希望能够成绩的话合格不合格 有个清除 再一个ABCD 有没有 结果一模一样清除 那另外的话 当然可以换个颜色 有没有 就是 但工作里面最多就是变个色 颜色 质的颜色 底色 框线 加粗 大概就这些 所以ABCD大概五种 四种样式 那再来的话就是可以把它清除掉 清除 特别说这个清除跟这个清除不一样 这个清除的话只能清除资料 但不能清除它的格式 所以特别这个资料跟格式在ecell里面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另外有清除的方式 这个是按钮部分 不是录制的 是自己写 再来插入函数 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使用者定义 那也许这边我针对这个逻辑 我是乘积好了 所以乘积函数 当然我这边很简单 刚刚是if三个格子 现在简化成一个格子 只要给乘积 它会出现合格不合格 另外还有一个多重 多重部分的话就是插入函数 这边有个多重 一样给乘积 它一样会给我结果 我们刚刚是这么复杂 现在的公式这么简单 当然相对的简单很多 向下填满结果一样 这个是所谓的制定函数 待会会讲 那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用制定函数 跟这个按钮差别在哪里 制定函数呢 它可以处理资料 但是它无法处理这相关的什么呢 像包含颜色啦 包含这些 特别重要方旋 无法处理这个颜色部分 如果你要处理颜色 只能用这个sub 不能用方旋 再不然你可能要搭配什么 搭配那个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这种东西 特别重要方旋 它只能处理资料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个潮状的部分先做 想想看 这个我们待会就按部就班 分别把这个部分 一个一个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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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